给我们送饭的车来了 看看今天吃的是啥饭 把水接上 这一壶够喝一早上 换了个新的 之前是个小的 饭自己拿上了 我们动物也是不回去的 吃完饭他不及就继续干 蛙子是没啥活 还能睡一会儿 因为我们这是清蒸造 所以就天天吃的是鸡肉 这就是我们的工地餐了 看看都有些啥 鸡肉 豆腐 豆腐这就属于是素菜了 一红一素 大朵豆 豆角 还行啊 肉还挺多 挺油的 底下还挺油的 腊子鸡 好了 开始吃了 哇 这辣子还挺辣的 辣子鸡 太辣了 这工地上的饭菜 比以往我干下的那些工地 饭菜要好太多了 中午的基本上都是一红一素 一般工地只有一道菜 不然就是肉的 不然就是素的 也不可能闹两个菜 太热了 床帘拉住 这个羊 蛙子里面 中午就待不成了 最起码还有两边都有床帘呢 经常有人跟我说 不能用这个国旗当床帘 现在我得抽时间 把这个国旗去掉 不然就是给它收起来 尽量在视频里面 不让它出现 吃完了 就剩下几个大骨豆了 大骨豆有点吃不了 一点辣 我们这个拉子也不能乱冷 要打包 打包给技术员那些车上放好 专门有乘拉子的地方 喝口水 应该是烧开的时候 哇有点烫 把盖子打开晾一下 我们这还茶水 还不是白开水 还是茶水 条件不错吧 吃了一头炭 说还是太热了 吃完再休息上 碳子离这儿还远的呢 能休息上了两个小时呢 我一定会给你 你吃了 你吃了 那颗子